就你们知道一个女生她在分手之后最难过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吗 那常常会想起你曾经对她那么好 在她的楼下苦等了她几个小时来换取了她的信任 然后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 让她真正开始信任你 依赖你的时候 跟她说你太黏人了 我需要空间 可是当初那个巴布的24小时黏着她的人不是你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生她分手之后不敢去看刚在一起的聊天剧 实在是太戳心了 我说分手后的一难比不是因为你有多优秀多难吗 是因为她曾经真的相信过你会一直爱她 真的你怎么能一边欣赏玫瑰的美丽 又一边嫌弃她的刺扎手呢